各位朋友大家好 上角最近介紹了有關美國的研究 說容易生氣增加心臟病和中風的風險 因為當你憤怒的時候 你就會容易令到血壓上升 血壓上升就是容易有心臟病和中風的機會 所以今天就要介紹大家 如何去降血壓 有些巧妙的事情大家要注意一下 其實在很久以前我已經有一個叫做 播放清單《血壓與膽固醇》 裡面有幾十個相關這方面的資料 我在裡面的播放清單 特意抽了有八個出來是相關血壓的 裡面有說為什麼我們清神的血壓特別高 我們如何可以預防中風這方面 包括飲食指南和我們血壓的人 要注意什麼事情 還有幾個是相關的湯水偏方等等 所有這些相關資料 會在現時間界下面有它的網址 只要你按進去就更加清晰內容 今天就講幾個提示給大家 去記住如何可以降血壓 第一就是我們不要吃那麼鹹 因為吃鹽的主要成分就是鈉 進食過多的鈉 是會令到血壓上升的 我們如何去減少吃這些鹽份 就是不要吃那些醃製或者分老的食物 這些都是高鹽的 同時罐頭也是很多鹽份 我們可以用香料香草或者檸檬汁 這些去代替食鹽或者微蒸 因為微蒸是monosodium glutamate 所以也不適宜用那麼多 第二要增加蔬菜水果的攝取量 每天五蔬果 兩個水果三份的蔬菜 這樣的量就足夠了 可以令到你減少便秘的機會 因為便秘是當你早上排便的時候 你會過於用力 如果你當時血壓高過於用力 就容易發生意外 第三就是不要吃煙 盡量少喝酒 因為這些都是對身體百害而無一利的 第四就是控制體重 因為過於肥胖就容易有高血壓 心血管疾病 第五就是要保持運動 因為血管缺乏運動 就會影響它的彈性 就會變得越來越硬 容易出現高血壓 第六就是要保持心境的輕鬆愉快 因為研究已經告訴我們 容易生氣會增加心臟病 和中風的風險 可以看看喜劇 或者是和朋友一起散開心旅行 遠足看看戶外的風光 或者是自己種花 養寵物 或者參與那些課程 學一下畫畫 書法 或者手工勞作 都可以令到你心情愉快 血壓自然沒有那麼容易波動 所以這幾個方面 大家都可以嘗試一下 令到你的血壓穩定 這樣就減少心血管疾病了 謝謝你們收聽